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啊 首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Ken Gip Ha 我是在Our Sky里面的Developer 我平常也很爱写Pyphone 另外也让大家看看我家的帽 就是他很可爱 因为时间有点赶 我们就马上开始了 今天的Agenda主要讲一下 我们要升级的Application本身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个升级 我们是怎么样去计划这个升级 后来就是我们怎么做 到现在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 这个专题的话 其实可能Technical的内容 应该会被大家想象中的小一点 因为其实升级SQL Alchemy 这是升级一个Gemocore的Firmware 一般来说就是 这是Software Engineering那边的考量 我比较多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实际上就是下去再做的时候 这是Code Level的那些东西 其实 这是 这是 实际上就是说 下去做的话 其实我觉得 在很多Application里面 可能都不会说 这是没有办法解决 而是有一些很tricky的Case 那当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 我们解决的内容 当然我就是尽量讲快一点 因为我记得Rehearsal的时候 这次时间好像是敲时 好 好啊 那这是2.0 这是2.0 这是捷音年的年头 那终于出了第一版 其实如果大家有在留意的话 这其实已经录了很久 这是以年来计算的 那终于出了 好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升级的Application 那是一个叫Formax的东西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进去这里看看 这是我们公司的其中一个产品 那它主要是做一个API 那这个API是做Data Extraction的 那这个东西主要有两个component现在 那第一个就是哪个API本身 那第二就是它有一个admin portal 可以让客户就是进去那个 进去我们的就是开个户口 然后在里面可以customize 做一些model的customization 就是一般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那种 的那种扣台 好 那Stack的话就是 就是有一点点奇怪的地方就是 我们用了一个这个W字头的东西 那不是大家平常常见的FlassR 或者是Pilembi或者是FastAPI的东西 那是有点原因的 但不影响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 好 然后这是 CQLCAMIA 然后它其实开发的时间大概是五年以下 对 这是内部其实有经过一些 就是比较主要的architecture change 所以就是我们也不害怕就是做整理的upgrade 好 那这个APP的话主要使用的layer是ORM layer 对 这是我们很小会碰到 这是我们很小会用到Core的expression engine 对 好 那这是怎样 好啊 那对于这个2.0的migration 第一件事就是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非常长的这个migration guide 那就是如果你把它这个2.0migration guide打开以后 就是会看到一个这么长的网页 好啊 那真的是蛮长的 好 那就是大家 因为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从1.0到2.0的改动是非常多的 好 那当我们想要做这个upgrade的时候 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upgrade 那因为1.0还是冷冻啊 而且现在用1.0的application 肯定比2.0多很多 好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怎么快速更新呢 好 那我们的原因的话 先说就是performance对于我们来讲 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我相信大部分的webapp应该也是这样的 因为说真的你一个transaction 就是你一个webrequest里面的transaction 其实能做多少跟SQL有关的事情 其实并不多 所以对于 所以如果你说Sysql Alchemy 2.0里面的performanceupgrade 那哪一些performance的提醒 其实并不是我们最主要想要做的 想要做的upgrade原因 我们主要想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提升maintainability 其实是一个危机管理的问题 到底我们是 这是我们的想法是这个application之后可能还是会存在的 那问题在于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appshort这个risk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吸收这个危机 那我们这是我们的团队 这是我们跟那边团队考量过的结果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尽快吸收比较好 那所以这是我们最终就是会决定要做这件事 那另外就是一些可能我们都是engineering比较多的 所以就是好像type tracking变得比较好 好像想试一下这样 那对于如果对于你们来讲 要看看现在还有什么时间要做这个更新的话 就是可以到网页里面看那个chain log的内容 那主要有这几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决定要做了以后就要想想就是要怎么做 那第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non-functional的changer 所以第一点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要减少的application的影响 那我们希望是做到就是 这是理论下我们不应 这是理论下我们只有更新一直做 那application一直改 这不应该是有任何影响的 我们希望就是有任何东西都应该是可以很快的找得出来 而且我们可以很快的修好 那这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那下面这几点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那就是最终我们有一些就是得到一些principle 那第一就是有一点就是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从code level可以看得出migrate前跟migrate后 他们的behavior是一样的 好 那所以怎样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所有的改变 就是Lessically 就是说在档案跟档案 线跟线就是line跟line 他们是可以被就是左边跟右边前后那个git div 看出来就知道是左边跟右边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东西commit前 change前跟后都肯定是要能懂的 对 那就是确保就是这个commit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买下reward 那都是 那这样的话就是出什么问题 然后再重新deploy很快 那另外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application也是正在开发 那所以就是我们 在做migration的改动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就是那些地方 并不是现在application team正正在actively改动的东西 好 那我们这个upgrade是不应该就是为让他们开发的速度变慢 好 那另外就是一些很基本的principle 就是尽量做Aterative 那non-goal很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讲 那就是第一就是refactor不是我们的goal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些地方写的不对 或者是有问题啊 我们是不会修的 对 那就交给application team的同事去修 那不是 那做upgrade的人就不要修 那另外修bug也是不应该修的 因为修一个bug 那等于可能别的地方帮出几个bug 那所以我们就会记录这个bug 然后交给application team的人去处理 那但是就是我们并不会修bug 就是我们会保留这个bug 对因为理论下non-functional change 所以就是bug也是feature 所以修改前有的bug 修改后应该也要存在才行 不然的话就是为 怎么说就是为preg到我们的principle 好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software engineering的讲完了 然后可以讲内容了 好 然后如果刚刚我们点开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啊 这个很长的migration guide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诶 长了 好 按一下哦 好 那打开刚刚的那个migration 刚才就可以看到这边有 就是它那边其实有九个部序 好啊 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app来讲的话 哪有几个部序是不需要的 那 那所以如果是要听这些经验的时候 没办法了 跑线了 那第一就是我们sqlc本身就是1.4的 然后我们也是在python3好像是3.10吧现在 对 那所以这些都不用做 那另外就是这个东西就稍微手巡了 一下子没用过的 那所以也是不用做 好 那跟application team就是上了以后 他们还想要我们就是帮忙做一件事 就是跟2.0更新是没关系的 但是就是大家如果大家就是有跟进这个sqlalchemy的话 其实都知道2.0是有一个新的query的api的 就是那个以前我们经常说 section.query 我我跳一下好 就是左边这个section.query把model放进去 就生出一个query在做filtering 那这个api其实已经变成旧了 那新的是要把query跟execution是分开的 好我回去 对那希望application team也我们 就是也找我们去帮忙改一改 好 那这个都没问题的application team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对 好 那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看 那第一个就是要这个remove in a warning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就是有一些功能在1.4里面存在的功能 那在2.0里面是直接删掉 就不见了 好 那它的migration path是我们 它在1.4的时候你可以enable这个warning 然后当它这个cork跑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一个warning 好 那大家就会感觉得到 哎 惨了 如果没有test 哎 哇 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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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就惨了 如果你的application是没有test的话 你就会卡在这里了 恭喜你了 好 那所以就是要写test了 如果大家就是现在想更新的话 现在开始补test 应该差不多了 对 那不然的话你就就是要把application跑起来 要看着那个log 然后一直跑至于minefoil 一直记录那些log要跑什么warning 那当然我们也会是想要先看一下有哪些被remove吧 但很有趣就是migration guide里面是没有一个list 是说哪些是被remove 哪些是改动 好 那这蛮尴尬的 那我自己的话 我就是有找到两个方法可以找出来 那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先在包手里面手寻 这个remove的这个字 那在migration guide里面就会可以找到有多小个 那这蛮搞笑的 好 那当然这个大家可能 心里觉得还是有点危险了 那怎么办 好 有一个方法 就是todgram 应该比较爱了 就是你先check out sqlalchemy1.4的source code 啊 记得是1.4的办法 好 然后去search这个warn-deplicator-20 这个strain 你就可以找出所有有emite这个error的地方 对 那就是给大家参考 万一大家觉得自己对自己的test case没有信心 又或者是想要先preview一下什么东西被删掉 那就可以从这里开始了 好 那当然啊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有test case 那当然有test case不代表它是所有东西都会被跑到 好 那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收改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所有test都已经过了 好 没有warning了 但是我们实际上把application跑起来的时候还是死掉啊 好 那为什么就是有一些 其实有一些call在test里面是永远都不会跑的 那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 就是我们跑test的时候通常我们都 就是我们的application是有把这个transaction block掉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每个test case都 因为我们test case会碰到sql 就是会真的碰到db 就是我们有个testdb去做点 是我们的我们的做法是就是先开一个transaction 然后每个test case就roll back 那所以我们实际上在production下面create transaction的地方 其实在test case里面是没有没有才识的 对 那后来就是发现哪里有用到一个loss support的地方就死掉了 对 那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 除了这些test case 就算对自己的test case很有情形 也可以想一下自己的test factor里面是不是有一些call 还是实际上test里面没有被跑到的 就是可以检查那些地方 这比较安全 好 然后下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use feature flat 在engine跟section里面 那我们的话就很简单的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可能 因为我们的application code其实很少 就是直接碰到create section 或者是create section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的architecture里面通常都有一些就是 可能request进来我们先开一个section给你 要或者是可能我们的best job 可能也是为开section给你啊 有一些这样的utility 所以application很少碰到就是直接需要他们要直接manage section 或者是碰到engine的地方 那都没有 所以我们这边都没有很大的经验可以分享 那但是我们还是有做一个小东西 就是我们有做一个configuration去enable 跟disable这个flat 那这是也是以防万一 就是万一 万一我们发现 deploy了发现有问题的话 就是改个flat就可以马上turn off这两个flat 那就不用重新deploy一次这样 那是一个小分享 好 那其实这些都讲完了 然后就是有一个 这里实际下我们真的花最多时间的地方 就是要把旧的queryAPI变成新的 好 那这是刚刚有看到的 左边是旧的API 就是把model放进去section里面 然后做query 那右边就是 其实比较贴近新的sicle的写法 不 今天讲说 这是贴近真的sicle的写法 就是我们先construct一个query 然后我们再用section去execute它 好 那如果大家就是 这是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左边 这是把左边整成右边其实很简单嘛 那但是只是位置可能会很多 好 那这里是一个蛮费功的 那我们 这是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比较幸运 因为我们每个model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类似 像是queryfactory的东西 然后我们叫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叫做modelquery 那就是把所有跟filtering有关的 的constructquery有关的 都放在一个class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很集中的地方 就是我们知道这里肯定有很多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的去找 而不用就是我们用grip 把在散落在不同地方的东西拿出来抓 那这是比较好 这是比较幸运的 那举个例子 那左边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 那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化的我们的 我们有可能会的样子 像是我要做一个filterUserByName的功能 那我作为有一个user的query 然后我们把它伸出来 把unit以后 然后我们去呼叫这个filterByName 然后.all 那这是怎样 那 这个新版的话 它修改就很简单了 因为技术的东西是一对一的 唯一的分别就是 因为这是我们传的query里面 其实是没有section 就是把那个statement传起来 好 那然后我们当我们真的 就是我们呼叫一些 这是all 又或者是one 又或者是kang的method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去把 直接把section拿出来execute 那对于application code来讲 其实是完全没分别的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的好 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好处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 就是控制我们收改的interface 到底在哪些地方 那比较集中一点 也比较容易好review 好 那我们做完了吗 好 当然是没有啊 那是因为query 并不是只有select的 好 那大家注意 注意 这是因为query跟section是分开的 那所以 以前section.query里面 就是如果你要做update 又或者是做delete 或者是做kang 其实 其实旧版的section里面 其实是为show guide你statement的 这是为show guide你的statement 但是新版的 你的statement生出来 如果你想做一个update 你就必须是要生一个update出来 像是这里 这个update 好 那然后如果你要想做kang的话 你是要select 这是select里面statement里面的field 会改啊 好 那所以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select 那之后会变成是没有用 好 那怎么办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原本的query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 warp 以前的section.query的warp 所以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困境 怎么办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doc update doc delete的东西 好 那我们想要一个workaround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对一个model做处理嘛 那我们正常application里面model也是有id的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用subcurry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如果我们要curry kang的话 那我们先做个subcurry 把id拿回来 然后再去kang 那这里是kang的例子 好 那这里是update 其实是一样的 这里也是curry id 这是拿一个id的curry 然后在这里用subcurry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 那删取也是怎样 那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大家遇到的话就是 应该就是如果有 如果大家的code里面刚好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extraction的话 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但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都没问题 对 好 那这样我们做好了吗 好 当然不会啊 那意思因为就是我们 就是你有extraction不等于我要用啊 在python里面所有东西都是public的对吧 好啊 那所以就是弱者采用extraction 强者是不需要的 直接把你qin拿出来弄 好 那当然就是我们 我们的engineer就是 这是人还是蛮好的 就是每次偷出来都是有些原因的 那基本上可以归了在两个地方 那第一就是pagination 他们想要做pagination 然后但是我们的pagination 但是我们的curecast building有没有 好 所以他就偷出来自己做 好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一些performance的原因 因为 因为我们提供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execution的地方 我们的extraction里面 像是我们如果有.all 这是这里 .all 全部load到memory里面才开始动 这样 好 那所以这是也是有点原因的 那接下来就只能分别处理了 就只能跑到 这是真的跑到他们的code里面去帮他们修 其实实际上 这样被我们自己修更简单 因为 因为他把qin拿出来的话 其实理论下就是一对一 好 那所以这里也是没问题的 但这是我们总结就是主要是两个原因 我想要 想要让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偷出来 好 那我们也发现 这是其实pagination有关的东西 也可以放在我们的curecast里面 但当然我们是不会做refactor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没做 对 开了个ease 让他们自己处理 好 那我们把cure改完 是不是真的做完了 好啊 那当然是不会啊 所有可能会错的事都是会错的 那我们会分享一个 这是比较有趣的 那就是如果大家是有看过migration guide的话 这是大家都会 这是这里有一个 这是以前有一个function叫doc first 这是这个query把第一颗拿出来 好 那2.0的更新里面 把statement跟execution分开 那这是很好的 那它是分的真的很开 就是说那个statement是怎么样 跟它execution要拿第一颗是没关系的 那就是如果你是docscaler 然后拿第一颗 它还是会把你的statement 完全execute 这不会跟你加0.1 好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其实这是蛮危险的 因为很容易写错 好 那当然 那当然我们很快地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就很快地去review 就是这里好像有点不对啊 然后找出几个地方这样 好 那但是最终还是会发生的 对就是人的入言还是未有极限的 好 那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也没办法 就是大家可以小心一下 这些小东西 好 但反正就是出production前 有发现说好就不错了 对就是大家猜试是很重要的 告诉大家 就是不管是在code里面 那code里面其实很难猜到这种performance的问题 许非你有很非常严格的performance test 好 那所以就是大家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还是要多猜试一下 可能要找QA就是团队这边帮帮忙 好 也是smoke test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最后就是要把它变成2.0 那就很简单了 做个switch就做完了 好 那现在其实我们是一定到最后一步了 那这是一个月前developed production 就现在猜试中 听上去好像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我个人来讲觉得这个migration 对于我们来讲是成功的 好 那也有一些就是2.0后 我们觉得可以再进步 这是可以再看看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想要升级2.0的原因 那第一就是ORM的decorative style 这是有一个新的style 那我们可能会尝试一下 然后就是type checking 那因为这是一般的webapp 其实business logic主要都是从db里面拿点东西出来 也会做点事再传回去 那就是如果session 如果session 如果session alchemy 讲错了 SQL alchemy 的type support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1.4的support 说真的就是 不能说很好用 那但是2.0就是听说 他在qre后回来的resource 终于有type inference了 好 那这就感觉是开始能用 那所以就是可能 就是application team那边 可能也会想尝试一下 好啊 那就是 好 那就是还是 这是onprogress 这个2.0 就是许了 真正是星期上去以后 还是还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做的 好啊 那这就谢谢大家 那我的经验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另外就是一个show out给我们 就是实际上写 这是做这个修改的演员后 这是 这是谢谢他的工作 好 感谢大家 好 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现场可以接收一些QA 对 有现场有惠众想要询问 你开始发问题吗 诶 没有吗 没有 好 诶 其实这个的话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 我们的话能力是两个 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 我是做Panning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刚刚这里提到的 这个朋友 好 这是两个人而已 然后实际上做 写code的部分并不是很久 说真的 其实实际上写code的时间大概是两到三周 麻烦的是要让他merchant去 对 因为这些收改都很fundamental 对 所以就是你要有很多的沟通 其实你有一些document可能要写 就是 这是我为什么要 这是我为什么要怎样做 好 然后也要preview一下 给application team说 就是 诶 你现在升级了以后 有一些写法会改变 那怎么变 好 那这一些就是 我们其实有另外 就是有人去写了 就是有写了一些 怎样的guidline 给他们去做 这样 code code code本身是很少 其实时间比我想想中短很多 就是我本来是allocate两周 先稍微做一做 感觉一下 结果不小心就做完了 对 那也是我们刚刚蛮幸运的 就是有很多cure logic 就是都是放在一些centralized 的cast里面 可能才会这么快 那大家的话 我觉得就是大家的planning 应该每个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猜啦 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 有很努力的去切 就是section engine 的哪一些 然后我们主要也是用ORM 但我猜如果大家是用core 大家是用core 或者是用SQL Alchemy 做一些best job 或者是可能有不小心 有rely on 到他们一些autocommit 的哪一些feature 的话 那可能你们的时间 都会长很多 对 对 可能就是大家要看看 对 因为我们的 就是我们 我们的code 都是一对一的修改 对 功能下 我们很少rely on 就是他不见的behavior 那所以我们才能怎么快 对 但我觉得大家就是抓 应该也是要抓以月季了 对 因为changes进去了以后 还要猜试 在不同的environment里面 对 就是像是可能都要等 可能都有等好几周 才能准去 对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六月 七月就开始做 但现在才刚刚depot production 没多久 对 好 谢谢 那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可以再接受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惠中想要问 就是这样的问题吗 好 其实我反而想要问 有人用过2.0吗 Deli Deli有人用过2.0吗 嗨 嗨 我想问就是 当初是怎么规划你们要升级的流程 然后怎么去说服其他人说 这升级是一个重要决定 这样 哦 哦 对啊 这蛮困难的 那第一 那第一就是你要要 就是负责这个project的technical 对 你觉得需要 那这是 这是我们蛮幸运的 这是这个 这是我们 4max的technic 其实它就是 蛮开放的 另外就是它 他对于 对于处理危险这件事 他总是就是为 就是为 尝试尽早处理 对 那所以 其实他本身的内心 就要想着要升级 那就是在我跟他讲之前 他就已经讲 只是他没有这个resource 对啊 因为我不是这个team的 对 那所以就是我跟他讲 就是啊 你要不要 就是你要不要考虑升级的时候 他很快就答应 但是我要自己 但是就是我要去 这是我要找 这是我要从 他们application team里面去抓人力 这是我们要从他的team外部去抓人力 去帮他们做的升级而已 对啊 重要的是 我觉得还是maintainance方面吧 但其实很难 这是现阶段其实很难 这是在这一阶段 其实很难做maintainance的argument 对 因为他出来没多久而已 但我觉得一些可以参考的就是 像是可能 如果你的application是长期恢复啊 那1.4的community最终是维缩的 对就是微编的越来越小 虽然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 对 但是 然后还有就是2.0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新功能 要不然只是 它的performance enhancement 有办法达到你们application现在的痛点 对 那如果是有的话 我就觉得是比较容易去argue 就是去 就是去让他们觉得这个升级是值得的 对 但如果没有的话 就说真的就是 那也没办法 对 我是觉得就是 就是 做这些东西都是有个原因的 那如果 就是真的 就是你写东西写 就是如果真的没有真的 遇到这些跟2.0升级有关的痛点的话 其实我也是觉得 可能也不需要升级啊 对 希望啊 希望我觉得1.4应该还是会存在好几年 对 因为用的人真的太多了 而且2.0的breaking change也真的很多 对 对 我是觉得应该很大部分的人 都会停留在1.4可能几年的时间 对 所以 我就是觉得大家不用解决要去做这件事 对 真的想清楚就是 是不是对自己的application有帮助 对 好 感谢 那 接下来的话 因为时间关系 那接下来是午餐时间 大家可以到市場拿午餐 那如果说还有问题想要问讲者的 可以到前方找讲者 对 好啊好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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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